随着警笛的响起 一群警察封锁了整条街道 原来是蓝头发的女人 正想要跳楼自杀 女人名叫阿莲 她因工作不顺 命运多舛 因此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底下的警察和她的母亲好言相劝 但是女人却一脸轻松的说道 女警察罗拉一脸疑惑的问道 什么是夺舍 罗拉男友汤米 也紧跟着劝女人 让她下来慢慢讲清楚 可阿莲没有回答几人 只是问现在几点了 汤米告诉她 马上就到凌晨12点了 阿莲表示自己约了人 罗拉赶紧追问是约了谁 只见她指了指旁边的一只猫 说是智慧老人 大家一看简直一头雾水 突然天空变了颜色 瞬间电扇雷鸣 只见阿莲与那只猫同时跳下了楼 阿莲的嘴角还挂了一抹微笑 有一刹那间 阿莲的脸上映出了猫的样子 老母亲见状直接晕了过去 楼下的人群一时之间鸦雀无声 汤米和罗拉懊恼的冲下楼去 却看见阿莲支撑着爬起身来 像猫一样舔了舔自己的爪子 她竟然没死 而后静止走到了 那只已经死去的猫身边 轻轻的抚摸猫咪 像是在安慰 又像是在感谢 跳楼世界没有伤亡 汤米和罗拉也很快忘记此事 此时罗拉和汤米两人 正在享受他们的二人世界 汤米光着身子去帮罗拉倒水 汤米尴尬的接过去 匆忙跑回了屋里 随后跟罗拉调侃了起来 此时一群穷雄极恶的歹徒 正乘船来到这座城市 歹徒大哥正是丧彪 竟然计划黑吃黑 想接一家财务公司 他们已经约好阿七 开车来接他们 其实阿七是个结巴 平常是在南亚岛开船 看上去脑子不是很灵光 同伙看着阿七的样子 对他的驾驶技术不是很放心 丧彪指示阿七 赶紧给大伙展示一下车技 虽然阿七的车技说的过去 但还是遭到别人嘲笑 说他长得丑 丧彪告诉阿七 出来婚可是他自愿的 阿七让丧彪放心 自己已经做足了功课 很快 丧彪就带着团伙开始行动 阿七作为司机 在楼下接应 好巧不巧 正好碰到汤米 带着警察在楼下贴条 阿七心里有鬼 左翼不安 赶紧下车 跑到一旁躲了起来 汤米发现鬼鬼祟祟的阿七 叫他过来问话 此时丧彪等人的行动暴露 与对方前来支援的黑帮 展开激烈的对抗 一个小弟被丧彪一枪打出窗外 正好被汤米这帮警察看到 丧彪人狠话不多 瞬间就解决掉一众黑帮 出门之时 正与汤米带队的警察 碰了个面对面 双方展开激烈的枪战 一番战斗之后 双方损失惨重 混战之中 丧彪来到预先准备的车前 阿七一直躲在旁边 他不慎脚上中弹 想要一起逃离 却被丧彪当成雷坠 一枪打倒在地 丧彪开车横冲直撞 汤米被救同事 被撞翻在地 丧彪开车逃离 汤米和阿七两人 则已经奄奄一息 结果一番抢救 医生说汤米已经脱离危险 但可能会残疾 而阿七直接成了植物人 另一边 黑帮大哥贺老大 正在路边探吃面 小弟前来禀报 怀疑是丧彪 抢了他们的钱 小弟提议 如果抓不到丧彪 可以先抓与丧彪同村的阿七 回来问话 何老大告诉小弟 抓他妈一个植物人回来 那有什么用 派人去盯着就好 不知过了多久 汤米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和罗拉相拥而泣 汤米说自己的脚 没有任何感觉 是不是麻药的作用 旁边的同事大傻一脸愁容 罗拉鼓起勇气告诉汤米 他以为罗拉和大傻 在开玩笑 直到医生 正中歧视的宣布结果 这才接受现实 汤米坐在轮椅上 本来很是缓快 可当他让罗拉 坐在自己的腿上 发现自己小便失禁的时候 他再也难言悲痛 失去了下半身 还守着这么漂亮的女友 汤米生不如死 甚至一度想轻生 这时罗拉突然想起 这件跳楼为死的阿莲 于是他登门拜访 寻求重生的办法 此时的阿莲 已经被人叫做华姐 他身体里 住的是一个叫做 智慧老人的灵魂 而智慧老人 也就是那晚跳楼时 那只猫身上的灵魂 凭借智慧老人的本事 华姐已经成为有名的神医 她随便看一眼 就可以帮人消除病患 华姐告诉罗拉 没有智慧没有定力的人 只会害死自己 说完就把罗拉赶了出去 罗拉三番五次登门被拒后 终于以雪茄为诱惑 带着汤米见到了华姐 汤米诉说着自己的惨状 不惜跳楼表示决心 她最终打动了华姐 华姐告诉她 我们人呢 就像这辆车那样 是不是有方法 谁逃脱就可以用个身后 要去他们跳楼 什么人 汤米恍然大悟 此时的阿基就是一个植物人 汤米带着礼物 来到阿基的病床前 小之一情 动之一礼 说借用她的躯壳 反正她闲着也是闲着 汤米发誓会帮阿基报仇 突然阿基的心念图有了反应 汤米感受到阿基的回应 继续承诺会帮阿基解决一切烦恼 而且绝不会搞阿基的女人 如果有任何歪念 自己就会早泄 在如此都市下 阿基的心念图开始砰砰乱跳 显然她同意了 第二天晚上12点 汤米和罗拉一一不舍的道别 而后开启一辆伤残专用车 一头坠落悬崖 另一边 医院里的阿基心脏骤停 医生护士紧急抢救后 下达了死亡通知书 伴随着汤米 驾驶车辆巨大的爆炸声 阿基心跳在头恢复正常 至此汤米和阿基的夺舍仪式 正式完成 善良正义的汤米 以阿基的姿态重获新生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美好发展 怎知事事难料 医院里已经附身阿基的汤米醒来 可她根本不认识阿基的情人 把黄脸婆的老婆认成大姐 把漂亮的妹妹认成了老婆 大家都以为阿基失忆了 阿妹便递给她一张纸条 上面是她家的地址 汤米出院后 找到女友罗拉 想要重温旧情 罗拉虽然还深爱着汤米的灵魂 但对这张中年人的脸 没有丝毫兴趣 摸来摸去 简直毫无感觉 实在是下不去嘴 罗拉要求汤米重新追求自己 汤米心中苦恼 来到酒吧找到华姐 华姐不认识阿基的外壳 脸上阴沉说 你认错了人 汤米急忙解释 表明自己的身份 原来她是来找华姐帮忙的 罗拉对自己没有感觉 汤米想要寻求华姐的帮助 华姐却告诫汤米 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要做汤米还是阿基 自己决定 说完就离开了 汤米答应阿基 要照顾她的家人 于是顺着阿妹留下的地址 找了过来 敲门时 闻到了煤气的味道 幸亏没有按下门铃 不然两个人都魂飞魄散了 她急忙冲出去 抱起已经昏迷的阿妹 来到阳台通风 阿妹清醒后 嚼然要自杀 又要吃安眠药 又要跳楼 一番折腾后才得知 原来是阿妹失恋了 汤米给她讲了很多大道理 阿妹此时发现 自己的哥哥像是变了一个人 男友小白猫打来电话 汤米接过电话 三言两语便打发了 阿妹觉得哥哥说话的语气很酷 不料此时 小白猫就在门口 阿妹起身开门 小白猫祈求原谅 阿妹撞枪做事 不宜不饶 小白猫撕破脸 骂阿妹抽八婆 阿妹瞬间就怂了 汤米起身走过来 声称自己是警察 撞枪做事 把小白猫吓跑了 阿妹将哥哥如此威猛 顿时心潮澎湃 一把抱住了汤米 发过毒誓 绝不骚扰阿基家人的汤米 下半身一哆嗦 一泻千里 此事说明 事不能乱发 一波被平一波又起 桑彪听说阿基出院 找到了阿妹家里 阿妹并不知道 桑彪是来杀人灭口的 汤米也并不认识桑彪 看桑彪一脸疑惑 阿妹解释是哥哥失忆了 桑彪反复试探汤米 并没有发现破绽 便出门离去 阿妹告诫汤米 此人是个坏蛋 别跟他来往 此时门铃又响起 汤米以为是桑彪回来了 让阿妹应付 悬问前的下落 双方一言不合 牛打在一起 汤米明显打不过对方 狂乱之中 阿妹一平 击中小弟的脑袋 二人合力困住对方 逃了出来 正瞧炮到路边停的车辆 两人抢了车 扬长而去 汤米把车 停在路边的花店 买了一束鲜花 阿妹以为是送给自己的 不由得心花怒放 不想汤米 却来到罗拉家 送上鲜花 并让罗拉帮忙查一查 桑彪跟贺老大这批人 阿妹在一旁瞎讲话 惹得罗拉 其不大一处来 他警告汤米 认清自己的身份 不要乱来 尤其是要离阿妹远一点 阿妹这才得知 阿基身体里 竟然是位帅警察 顿时对汤米翻了话吃 接下来 汤米要做的 就是兑现承诺 帮阿基解决 生前的所有问题 他跟着阿妹 回到了老家南亚岛 途中汤米得知 阿基是一个 无恶不作的大混蛋 走在路上人人喊打 还娶了三个老婆 大老婆14岁 就被骗回家中 虽然颜值不高 但却是个玻璃心 剩下的两位老婆 也都不是省油的灯 两人一上岛 所有人都如同遇见瘟疫一般 落荒而逃奔走相告 就连外国人 对阿基的大名 也是如理过耳 阿基的母亲和大老婆 听到消息后 更是准备把钱藏起来 汤米来到家中 拿烧鹅和水果 孝敬阿基的母亲 但阿基母亲却认为 自己这个儿子 肯定是不怀好意 阿妹告诉母亲 这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阿基了 紧接着 阿基的二老婆登场 长嘴就要生活费 相当嚣张把扈 阿妹急忙跑过来 把汤米拉到一旁 告诉汤米 这是阿基的二老婆 这才不了了之 就在这时 门外闯进来一群乡亲 叫嚷着要找阿基 阿妹让汤米先去厕所躲一躲 汤米一边抱怨 一边准备吁 厕所的门突然被推开 静止走进来一位妙龄女郎 毫无顾忌的站在汤米面前 这就是阿基的三老婆 汤米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正巧碰上赶来的另一拨乡亲 他抱头数窜再次回到家中 而家中则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些人都是来找阿基要账的 汤米从容不迫 从兜里掏出一叠钞票 安排乡亲们排好队 一个一个的清算 汤米的原则是 坑蒙拐骗的钱多还 不义之债少还 老婆要钱不还 很快汤米就处理完了阿基欠债的事 这一充满正义感和智慧的举动 使得大家都觉得阿基确实变了 汤米也认为阿基的事情也很好摆平 晚上一大家人坐在一块 汤米自顾自的安排每个人的后路 对老妈他会谅解尊重和迁就 劝大老婆趁早改嫁 吓唬二老婆容易被人揍 又让三老婆要么选择改嫁 要么选择打胎 只有阿米一脸吃相的盯着汤米 汤米话音刚落 众人纷纷起身 指责汤米根本不懂他们的想法 其实阿基的三个老婆都是爱她的 大老婆不离不弃 二老婆并非徒财 而是在意陪伴 三老婆喜欢阿基 对她言听计从 而且她对孩子也极富有责任心 正所谓女人行海底针 在这方面 汤米还是资历上前 争吵之际 阿米接到罗拉打来的电话 阿米粗意横生 她将众人争吵的声音 放给罗拉听 故意说有很多女人陪着汤米 罗拉交代完街头的事情后 生气的挂了电话 经历了一天鸡飞狗跳之后 汤米心神不宁的来到院子里 阿基的灵魂突然出现 一泡尿浇在了汤米的头上 她告诫汤米不是包青天 短不了自己的家世 汤米对阿基从前的所作所为 嗤之一鼻 两人互相看不对眼 汤米一急之下发言 绝对不会用阿基的身体 去喷罗拉 说完就后悔了 次日 汤米来到与罗拉约定的地点 拿到了丧彪等人的资料 了解实情后 汤米心中依然有了计划 两人聊起了昨晚的事情 罗拉表示汤米毕竟是在扮演阿基 是自己想太多 二人重归于好 深情的拥抱在一起 汤米忘了昨天晚上发过的毒誓 这一刻又应验了 汤米表示自己会想办法 汤米再次找到华姐 说自己带着两个人的烦恼 搞得焦头烂额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华姐告诉汤米 夺蛇是道家不存的秘技 因为夺蛇是违反自然规律 你没跟我说过 汤米表示 能不能不要这个外壳 华姐说 那你就舍去了 如果有机会走出来 千万别再走回去 汤米听了一脸茫然 兴兴离去 他们回到阿基的家中 不料赫老大的人 已经等候多时 双方一眼不合展开混战 阿基的老婆也加入了战场 一番争斗之后 何老大的人没占便宜 便叫手下人停手 开始理论 何老大追问阿基 抢了他的钱 如果不交出来 就烧了他们一家人 汤米勇敢的站在 阿基家人的面前 说钱是桑彪抢的 并答应一定会把钱找回来 还给何老大 何老大表示赞同 两人达成一致 此日汤米交代完家事之后 便离开了 汤米来到约定的地点 等了许久 桑彪骑着摩托车 摔骑登场 汤米直接跟桑彪摊牌 表示今天是来报仇的 汤米的地点 二人驾驶着大巴 横冲直撞之后 汤米进步如人 翻车在地 人从挡风玻璃甩了出来 桑彪驾车撞向汤米 汤米果断拔枪 击中了驾驶位上的桑彪 同时大巴车也将汤米撞飞出去 这时天空突然出现绿色闪电 如同阿联跳楼那天的景象一般 倒地不起的汤米竟然缓缓起身 容貌也恢复了往日模样 他低头看向依然倒在地上的自己 意识到是自己的灵魂 离开了阿基的身体 无意中汤米舍弃成功了 此时的阿基灵魂也出现在了对面 汤米问阿基 影片的结尾 阿基一年后当上了南亚岛岛主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好人 而汤米变成了罗拉最喜欢的明星 这回罗拉估计梦里都会笑醒吧 影片到此结束 故事的结局可谓是极大欢喜 并没有因为违反自然规律 而带来坏的结果 非要说后果 也就是汤米复身阿基之后的 极非狗跳了吧